现在有一些女模特儿呢是专门提供上一些的摄影师啊 去外面来取景拍摄的所谓外拍model啊 但是很多人呢这个男性啊 拿着手上拿着个单眼相机就觉得自己是摄影师了 但是要小心哦 在台中的外拍圈有多名的女模都指控说 有一个摄影师毛手毛脚甚至当面出手猥亵女生 女模还说这个摄影师透过脸书传递猥亵的图文 还取得了其他女子的露点照 很被害的女模担心说这不会变成摄影界的李宗瑞事件吧 警方已经介入展开调查了 外拍女模挺身而出 说要为自己和其他受害人讨回公道 在拍摄期间突然就是对她做出猥亵的行为 然后问说愿不愿意把她 那女模说不愿意 她就自己也是一样自己 不止23岁女模受害 还把朋友的遭遇也说出来 因为不愿再忍受外拍摄影师对女性模特儿动手动脚 遭指控的人就是她 咖啡厅的开放空间 女模摆出pose让摄影师取静 仔细看角落里有一名头戴牙皮黄帽的摄影师 也跟着其他同好拿起镜头拍下美艳画面 不过她被夺名外拍女模 联手指控涉嫌骚扰 摄影师有话要说 他对我朋友做的这件事情感到非常抱歉 那他有就是在网路上面 他FB上面有澄清说 就是他做错了 有没有猥亵或在脸书传输不堪入目的图文照片 女模和被指控的摄影师 双方各指一词 潜在干扰因素太多 为何女模还是纷纷投入外拍市场 因为全台女性模特儿人数超过万人 重点是她们的时薪从千元起跳 为了艺术作品和高额获利 女模摄影师各取所需 但联手合作却爆出指控情节 就怕类似李宗睿的事件震撼外拍界 众体新闻林家庆 张俊诺台中采访报道